将军师弟 这个是六十一县 将军师弟 我们用这个卫星图 将军区 我们所谓的将军师弟啊 就是这一块 六十一县旁边 他刚好下来这里啊 过来 我们从大门座在这里 这边在拍 这一次的诺施域啊 主要就是在这里啊 这一区 这一带 这一带 3月22号下午五点左右 我在布袋拍完黑面皮录 返程 顺道来到将军师弟 六一快速道路下方 并没有看到多少鸟 于是我绕进去 突然一群十来一只的班尾玉降临 很高兴能在这里迎接他们 其中有两只留书玉 是凡子羽的母鸟 太幸运了 如果有公鸟就更好 这群班尾玉 公鸟的繁殖雨明显 胸腹呈现 丽红色 五鸟繁殖雨 原色较浅 在夕阳下 这群教课令人惊艳 有数损有什么 再说 这群绿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草 在鳥有的協助下 我很快就找到了若氏玉了 若氏玉經常與青竹玉混泉 要在青竹玉群中找到若氏玉 要花點功夫 我們來比較一下若氏玉與青竹玉的不同 若氏玉 腿叫粗短 顏色叫黃 若氏玉 嘴叫粗 微上翹 嘴雞黃 尖端黑 其他的 比方說 背語的語言 若氏玉比較不明顯 在這個光線與角度上 看不太清楚 很高興能看到若氏玉在洗澡 好 好 好 第二天下雨 我又来到将军师弟 录影的好处 下雨天也可以来 整个师弟只有我一个人独享 哇 来了一群弯嘴冰玉 斑斑红点 有点杂乱 但还算艳丽 春天是候鸟的迁徙季 从北方迁徙到南方渡东的候鸟 正换上新装打算回北方繁殖 将军师弟是玉衡科鸟类 迁徙途中的休息站 这个迁徙中的中继站 是经过长久的考验形成的 首先是要临近海边 要平坦 要食物充足 而且要安全无余 将军师弟是个宽阔平坦的泥滩地 里面的小鱼小虾如虫相当的丰富 看他们大旦美食就知道 这里是中途落脚的好地方 每天或三五天 就会有不同的鸟来 他们补充体力休整个三五天 或一个礼拜 就又会启程北返 所以这段春过境期间 要拍玉衡科鸟类 将军师弟是不错的选择 皮嘴鸭不是玉衡科的鸟类 但他们的族群已经庞大到 几乎所有湿地都有他们的重击 第一次看到黑面皮鹿 也来这里觅食 这是让我有点惊奇 我想请你起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诺诗语觅食的时候 动作敏捷 跑来跑去 冲过来冲过去 抓螃蟹是高手 不过这下雨天 水叫浊 叫深 他似乎得手的几率不是很高 消耗的体力倒是不少 可能是这样吧 他们停留的时间一般会长些 诺诗语在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皮书里面是列为冰尾物种 全球不到一千五百只 主要分布于厄霍刺客海沿岸与印度洋东北沿海地区 在东北亚与东南亚有不少的过境记录 我们这边的就是一种过境的情况 根据Eber Taiwan的资料 自2016年起 诺诗语连续第七年 在将军师弟献中 现在是三月 他经过这里是要回北方繁殖 十月底十一月初 他又会经过这里 到南方去渡东 这种迁徙的鸟啊 真是令人敬佩 大冰玉也来了 一大群 个子大 鸟又多 在湿地中 颇为醒目 缤纷的色彩 为湿地 增设不少 朋友们 要看过境的水鸟 江湖湿地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欢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